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r.Elsa 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紹一本古書 我想了一會介紹什麼書給你們看 我怕你們不看 我選擇了《多拉A夢》 《多拉A夢》有什麼特別呢? 很多人都看過,《多拉A夢》 讀畫都有看過 《多拉A夢》的特別之處是 漫畫中會變成英文字 除了有漫畫看之外 還有一些很簡單的英文對答 我兒子可以看漫畫來猜猜說什麼 有時候看多些漫畫書 學多些英文字 一定要看一些很深的書 這些都可以幫到你的 不如這樣吧 我在這裡說少少的故事給你們聽 可能有同學看過 有一個變身餅乾 不是動物變身餅乾 這裡就是Henshin Biscuit Henshin Crackers 就是說大虹媽媽邀請了一個客人來 來到之後他就吃了動物餅 之後他們變成動物養 那怎麼辦呢? 究竟這個故事是怎樣發展的呢? 同學可以來借這本書來看 當然啦 除了我給你看的就是第一集 除了有一集之外 我們圖書館的老師 還買了很多其他集數給你看 所以同學不用擔心 多校五到廢 Mr.Elsa 只有一本書 我們還有很多英文版的多拉A夢 當然除了英文版的多拉A夢 當然除了英文版的多拉A夢 還有很多英文版的漫畫 你可以在這裏借到的 如果同學有空想看漫畫的話 就可以來圖書館來試試 挑選英文漫畫來看 其實都很簡單 OK?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